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电流表的非正常接法 这种呢是正常接法 或者是这样选这个量成 这样呢都是正常的用法 好那我们其实完全可以这样接 对不对 这样接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接到底会怎么样呢 上课老师也不会讲 然后呢也不会让学生去尝试 但是这样接他肯定是可以接的 那接完之后到底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就可以去探索一下 有条件老师呢可以拿真实器材去验证一下 看看我这个对不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反馈 好这是一种 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其实还可以这样 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接这里 是不是可以的 对不对 我们接这里可不可以 都是可以的 就是不管我们怎么接 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反馈 好那我们再试一下这个 正常接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 接这个两张 好那如果我们这样接呢 这个电路也是通的 但是呢 这里你看 好那我们修复一下 好 不管我们怎么调 这里都是零安 这个明显是不对的 对不对 或者是你说他电流不够大 然后是零安 电流不小了吧 还可以调 或者是再调 但他一直是零 我们三位小数 零点零零四 三 二 一 好 那我们调一下他的这个内组 我们调到 U 你看 这明显是不对的 好 那我们这样接呢 连接错误 这个肯定是算不出来了 连接错误 就正式器材不可能告诉你连接错误 一定会是指针给你一个偏准 给你一个反馈 不会是连接错误 所以说这种非正常接法是不对的 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去探索的话 就有一定的限制 好 我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呢 因为之前好多老师给我的反馈 就是说 说我这个 做的不够精细 其实呢 除了图来说 做的没有这个漂亮 但是我的图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你看 我可以放大 这样在教学中呢 其实后边同学是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而且放大的话 你看 没有时针 对不对 可以放得很大 而且呢 这个图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 这是个电阻 这是个电池 这是个电流表 这是个环境变速器 对不对 它能达到 就是说 它要表达的东西 只是说 因为这个图都是我画的 肯定是不如专业的设计师去做出来的好看 大家如果 如果说是那个非专业人士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老师的话 我们应该更关注它的功能数据以及它的可探索性 现在这种这种实验和我们以前老师上课手里都有那个Flash做的实验 有大量的那个课件 它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探索 如果说如果说老师上课都是按按部就班的 还是按照原来那套逻辑去讲课的话 其实原来Flash那一套就完全够用 就没有必要再去用这种这种就没有任何价值 对不对 就你已经有一套很成熟的东西去用了 而且都用了好多年也都是经过验证的 你为什么要去换这一套呢 换这一套就是说实现同样功能 然后还有没有你那个做的好看 没有没有经过验证的东西呢 就没有任何价值 它的价值就在于说 它可以 它是可以说自由探索的 自由探索的话 我们我们在讲物理 最重要的我们是要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就老师上课讲课的时候 就拿笔在黑板上去画 一样能把这个东西给学生讲清楚 那借助我们这个东西呢 只是为了更方便更直观 让学生可以就理解的更好一些 因为好多学生其实看不见 他是就理解不了 那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数据的准确性 至于说图美不美呢 这个其实是个锦上添花的事 如果大家觉得说这个图确实接受不了 太难看的话 那请大家多多支持 就只要有50个老师付费 我就可以把电学所有的图 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去换一套 当然学生老师学生 这个大家可以多支持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 目前这个呢 因为我也是没有学过 没有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我图都是我自己画的 我我画的这种程度已经是尽心尽力了 所以现在小孩其实提倡那个素质教育嘛 提倡Steam教育 其实还是很有用的 现在小孩学的东西比我们学的东西多得多 以后肯定是比我们要强的 我现在呢 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把这个东西做好 能给大 就是说老师和学生在学习中能有一定帮助 而且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学习呢 其实不只是在像以前那样 就是说只是说 一个黑板一个老师一个是粉笔 然后传授知识了 现在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先进的技术 所以说呢 有条件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而且呢 在比如说你在大学或者是研究生 甚至你工作之后呢 你会发现 很多我们现在都是借助于计算机在工作 而不是纯粹的 比如说拿纸拿笔算 当年那个中国的两 那个什么两代一星 当然说用了多少代麻 多少多少麻袋的这个纸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当时调教兼谷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这个科学计算的话 都是借助于软件的 包括你科研也是都是借助于软件的 你真正的那个工业 也都是借助于软件的 所以说现在呢 学生学会基础是一方面 但是如果能早一些去接触这些东西 比如说你去用这些东西去验证你自己的想法 如果能做到的话 以后在工作中或者是学习中 肯定是会有帮助的 对对他自己的这个能力提升 肯定是有帮助的 这个相对于说你以后做科研或者是工作中 你自己去比如说去建模型 然后自己去甚至自己去写代码去验证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验证一个东西的话 或者是用那些专业的那个科研软件 然后去做一个模型 这个相对来说要简单的多了 所以说呢 在初高中我们如果就能培养孩子这种能力的话 肯定对他以后也是有帮助的 好 今天就说这么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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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